就好像有一句古诗 两句话我经常想到的 叫一片白云横骨口 几舵鸟耳迷归巢 说到了傍晚了 这个鸟这会儿玩了 它回家了 那么它在家的山谷 古林当中 可是等到它飞回来的时候 山谷门口有一片白云 把这个障碍住了 这个鸟进了云里面 云雲也看不清楚了 它就迷住了 就不知道它家在哪个地方 这个山谷就代表极乐世界 也就是暴徒 这个云就代表 这一片就是他中的轿盘 就像一片云一样 横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的眼睛又不好 我们就是鸟一回去 它搞一个司徒往生 你凡夫只能到凡神童剧土 我们就使劲在努力 哎呀 又可以了 凡神童剧土也可以了 那我们去努力吧 修行功德 积累资粮 好 鸟儿迷归巢迷了 可能还有几个方向感比较好的 大概站进去了 一看原来不是白云的地方 我老家还在这个地方 那这样就是 你没有一个透打完整的系统理论 很难把净土宗的利益突出出来 很难指明我们众生修行的方向 目标建立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学习净土宗的人 一定要依据净土宗完整的 独立的系统的清澈的理论来修行 理论指导实践 方向明确 信心充足 刑法得到 利益超越 那如果没这套理论 你借他宗的理论来修学 决定是会出取的故障 就好像我们现在用一款电子产品 这款电子产品呢 是个全自动的洗衣机 结果呢 你看了个说明书 是个半自动洗衣机的说明书 你拿来用这个全自动洗衣机 很可能把它搞坏掉了 是不是 你说明书错了嘛 他不是对这个产品的 那个正牌说明书啊 你拿来倒鼓倒鼓 倒来倒去半天也不转 等一转就坏掉了 就这个六字名号说明书 他这个净土宗的法门 善导大师站在阿弥陀佛本院的立场上 做他完全的开写 他是个正版的说明书 那么你拿天台宗这套理论 他不是在解释净土宗 他是天台宗的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正版的说明书 那么对净土宗来讲 他就是另外一个产品 另外一个型号 型号都不一样 产品也不一样 你拿来一定拿来用 但是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 刚才讲的一个是半自动的 那如果你拿一个照相机的说明书拿来 那就跟着扯 扯远了 对不对 如果拿禅宗讲的 拿讲净土宗 那就扯得太远了 那就根本是两款产品 一个摄像机 一个洗衣机 你怎么拿来用 对不对 那不是一回事情 所以这个大家明白 一定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 祖师他为什么建立这个宗派 他为什么要与这些理论说明 他等于是个佛奖的经典 净土三不经 就是一个法门 就是一个产品 就像六子名号是阿弥陀佛的产品 他五节思维照载修行 五节思维就是设计 做设计方案 照载修行就是把它生产 然后在十节之前 他产品已经出现了 然后十方诸佛到各大世界 推销这个产品 不是推销 退送 免费派送的 然后释迦牟尼佛 他到苏婆世界来告诉我们 就把这六子名号给你 那么他给我们 他就做了一个说明书 就是净土三不经 说明书 可是这净土三不经的说明书呢 我们又笨 又看不懂 对这个说明书 还要加以说明 那么天台宗洞人也加以说明 华言宗洞人也加以说明 但他们所说明的 都站在天台华言三论 这些立场上 而善良大师 是站在阿弥陀佛本院 这个立场上 是不一样的 所以善良大师 他这种解释呢 就是完整透彻 我们这倒没说 那个好像感情偏好 因为他是净土宗的 开宗祖师 他站在弥陀本院立场上 站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本来的立场来说明的 所以他就很透彻 解释的就不会偏离 那么你有这么一个 清晰的完整的理论 才能指导你的刑法 你就很清楚 就我今生决定往生的 我决定要专修念佛的 你为什么要 讲念佛要专呢 唯有阿弥陀佛佛愿 作为强缘 那你不专 你为什么还要砸吗 你要砸就是自己的修行 靠自己的 急功累得 那个缘就很薄弱 就像我们面对 这个逼波汹涌的大海 你不坐这个大船 不议大船作为强缘 你自己去砍一点 什么竹子了 什么稻草了 然后在那边 边一个小船 这个要很快 还不出无理就风浪 就卷下去了 所以这个缘就弱了 靠我们自己 所以随缘砸善恐难生 我们自己随缘砸善 这种小缘 没有力量度过生死大海 生死海阔 生死海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